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用豌豆做营养好吃的 每到春末都会有大量的豌豆上市 好吃又便宜 前天买了2块钱的豌豆夹 今天才有空做 首先给豌豆夹去壳 把豌豆放小碗里 2块钱的豌豆夹去完壳后 得一小碗豌豆放一边备用 再准备半个玉米 先掰下2-3行玉米粒 其他的玉米粒就能很轻松快速的掰下来 掰下来的玉米粒放盘子里 待用 一块鸡松肉把鸡松肉切成条 鸡松肉里 把切好的鸡松肉里放小碗里 紧接着放进一些生抽 小半勺糖 一些蚝油 一点淀粉 然后把鸡松肉粒和调料捉匀 放一边搭一用 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厚片 再把胡萝卜切成条 然后切成胡萝卜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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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切好的胡萝卜粒和玉米粒 放在一起 待用 然后再准备一根杏鲑菇 把杏鲑菇也切成厚片 再把杏鲑菇切成条 然后切成杏鲑菇粒 切好后放案板上 待用 锅中水烧开 放入一勺盐 滴入几滴油 再把豌豆倒入锅中 把豌豆组织浮起 再把杏鲑菇倒进来 放进杏鲑菇煮一会后 尝一下锅里的豌豆 豌豆煮至口感粉棉 就可以捞起了 空下水 硬起锅 热锅下油 把鸡中肉放入锅中 煸炒 鸡中肉炒至完全变色 再把胡萝卜和玉米放进来 不停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放进少许淀粉水 汁水翻炒至变粘稠 然后把煮好的豌豆 杏鲑菇放进来 再放少许盐调味就可以了 不停翻炒均匀入味即可 玉米鲜甜 杏鲑菇鲜美 鸡松肉鲜嫩美味 豌豆粉棉鲜 今天这道五彩豌豆 清淡营养丰富 颜色也很好看 令人食欲大增 也非常的好吃 快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